姐姐好漂亮 咋啦 就嫉妒姐姐漂亮 她打乱了我要买房子的计划 25在北京买房不可能嘛 家里的几个姨 还有包吻奶的什么的 都愿意借钱 应该是一网打尽的 我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我弟弟应该是 最祝福我的朋友 我关了几天机 没有跟他一样 我挺对不起的姐姐 你们从来没有合作过对吧 你们俩一起来一段 完全从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线 重新开始 谢谢你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老样子认识一下 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叶仪 素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知名女主播吴冰 好 来看到今天的 对不起之后的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 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长大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念大学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总是第一个想到去找她 她就会不顾一切的来帮助我 她就是我姐 后来我们之间发生过许多事 导致我俩关系弄得特别的假 我俩都在北京 离着也不算远 但是我俩有大半年没有见过面 这期间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我都没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俩的关系 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在经历过一些事以后 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当时做得有点过分 太自私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返回我跟姐姐 曾经那样好的关系 也希望父母跟她 能够原谅我当时的幼稚 本来认为一母同胞 彼此之间应该会有更多的和谐 二胎得考虑考虑 来吧 了解一下他们的问题 首先有请姐姐 姐姐好漂亮 谢谢 刚刚这个里面这个是你 我弟弟 怎么了 我们就是已经有半年没见了 我是今年结婚 然后半年前我办婚礼的时候 她没有来 你办婚礼她没来 对 是你亲弟弟吗 我特别希望她能见着我的幸福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生活了二十多年 不是 按道理来说 这个姐姐出嫁应该是弟弟背下楼的 对吧 如果不是弟弟就应该是舅舅 你很失望吧 我特别难过 就这一弟弟吧 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了吧 还有两个姐姐 还有两个姐姐 亲姐姐 因为爸爸跟之前的家庭 两个姐姐 可能弟弟还是记恨我 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 就联系不到这个人了 我其实一辈子就一次了 结婚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不在 所有的亲戚朋友问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挺难堪的 那是弟弟没来 这确实挺难堪的 其实我们在我结婚之前 我跟我老公还有弟弟 我们一起吃了次饭 其实前面还挺好的 后来聊到他在北京买房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就可能劝了他几句 让他别在北京买房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 两个人就争起来了 最后反正不欢而散 然后弟弟双门就走了 态度挺不好的 这等于是小舅子跟姐夫吵架 吵什么呢 我老公可能是站在我的角度 想要劝弟弟说 我们结婚也要用钱嘛 用娘家这么多钱的情况下 家里条件不是那么富裕 然后我弟弟非要赶在今年买房 这个让家里人压力挺大的 你还没说透 到底是矛盾是什么 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弟弟还是觉得我用钱多了 因为我是在我们老家办的婚礼 在娘家办婚礼 那在娘家办婚礼 肯定要花一部分钱 为什么要在娘家办 应该两头都办了 因为我有自己的私心 为什么 我们自己在娘家办的话 那收的礼金肯定是我们自己来支配 然后这个礼金可以帮助我弟弟 你这事跟你弟弟说了吗 就是你收的礼金想给弟弟 我都来不及跟他说 然后结婚之前他就联系不到了 这弟弟平时跟你关系好吗 反正在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一直都挺好的 因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亲人朋友 就是我们俩 相依为命十几年 我觉得之前都挺好的 但说实在话如果姐弟俩这些 你关系这么好 就因为一个钱的事闹成这样 这挺伤人心的 一母同胞这么些年 你伤心吗 我觉得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太不应该了 我挺难过的 那我再问一句 如果将来弟弟要结婚 你去吗 我会去 你去啊 我肯定会去 你不生气啊 他是我弟弟 血浓浴水 不错 这姐姐还是不错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糟心的弟弟 这个弟弟叫小雨 掌声欢迎小雨 长得不如姐姐 我说实在话 你的外形真不如姐姐漂亮 从小就家里人都一直这么说 咋啦 就嫉妒姐姐漂亮 跟自己的姐夫吵架 那么小心眼 为了钱 是为了钱吗 可以说是为钱嘛 就因为买房子嘛 他可能不理解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我现在在北京曲剧团工作 就是 你是唱戏的 会唱戏啊 对 戏剧学院是吧 对 我看好像姐姐也是戏剧学院 嗯 你们都是唱什么曲种的呀 我姐是学舞蹈的 我是学北京曲剧 北京的唯一地方戏 挺稳定的 团列给解决北京户口了 然后我姐姐 她今年突如其来的说 她跟姐夫两人订婚了 说要结婚 你估摸着家里的家底有多厚 就是纯家底嘛 纯家底 还有不纯的呀 就是我说还可以借的什么那些 你把借的都算进去了 你买套房是要家里面干嘛呀 不然确实不够 不够就别买吧 你才多大年纪嘛 你多大 25 25在北京买房不可能嘛 30多买房都不可能 你这算啥呀 我去看过几套房子 在五环外 因为有北京那个自住房 姚浩那个 房价也不是特贵 多贵 一万九 整个一套多少钱 你看多大 就是80多平的 大概也就一百 一百多万 一百八十万左右 大概也就一百八十万左右 一百八十万在北京的房子 当然不算贵的 算很便宜的 但你多少钱一个月 我八九千吧 但是你买一百八十多万的房子 还是有点摸不着边 那怎么办呢 你预先的计划是说 自己出多少钱 我自己出十万 然后我还可以借 自己才出十万 家里出多少钱 三十万 你刚才不说五六十万 对 我说预计的是五六十万 就比如说姐姐也帮忙 然后家里的几个姨 还有包括奶奶什么 都愿意借钱 一网打尽啊你 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妈妈 姐姐全围着你一人转 你是个大宝贝是吧 看得出家里应该很宠爱她 要不然她不会有这个想法呀 举全家之力 为你一个人在北京安家 你最初是这样想 是吗 对 这会儿的时候姐姐要结婚了 对 你特气愤 也不是气愤 她如果说在南方家里办婚礼 可能就没那么多事了 等于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在娘家办婚礼 一定会花爸妈的钱 就会影响你买房 这是一定的 不拿爸妈这点钱怎么了 你们俩都是亲生的呀 你能用他不能用吗 我买房子 我是在我姐姐之前 我就跟我爸妈说过 我很急切在今年 我要买房子 你先报备的 他认为他先报备的 所以得他用 但是姐姐这样突如其来 他把家里钱等于说 用的支离破碎 我买房子就基本上没去 十万就支离破碎了 你不是说家里可以拿五六十万出来吗 家庭条件也没有想象那么好 他不是说五六十万吗 对 五六十万是还家借的吗 就不论怎么样 我觉得小宇她 因为她当时给爸爸打电话 商量这个事的时候 我在场 她跟爸爸说 就是说 说姐姐是嫁出去的姑娘 然后泼出去的水 其实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 弟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 我们一起在北京 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们一直都很懂事的弟弟 然后突然这样说 还那样当着我的面 跟姐夫吵架 我觉得 我觉得弟弟好像变了 什么叫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哪学的 我知道 就是说完这话 我自己也后悔过 也后悔过是吧 就是当时气氛嘴里秃秃 而且是跟我爸说的 我没想到姐姐会听到 这就是典型的宠出来 宠得不像样 说话没上没下 弟弟前面因为有三个姐姐 我爸爸就是想要儿子 然后生了这个宝贝 其实全家人都特别疼爱我弟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 青椒炒肉 我吃青椒 弟弟吃肉 我都让给弟弟吃 我希望他能够健康地长大 姐姐又笑 姐姐还是不计前嫌的 但说句实在话 他跟你老公吵架的那一刹那 你内心是有点心凉吧 我觉得我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我弟弟应该是最祝福我的那个人 对 是 你刚才也说了 就是姐姐结婚 弟弟是一定要到场的 对对对 可是我联系不到他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弟弟在婚事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没有做过一些 类似于像这样的事 有 都是因为 你倒挺自觉的 你还做过啥事 因为今天来我确实 也是带着歉意 我确实想向姐姐道歉的 我之间还做过挺多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 对不起姐姐的事 姐姐就是过年的时候 回家说她要结婚 然后爸爸就带着她 在我们老家 就找那最好的酒店 准备筹办婚礼婚宴 当时我就反对 我说因为我们家 毕竟不是那么有钱 我觉得没必要 那么扑扎浪费 要找当地最好的酒店 而且我说 那儿的酒店是新开的 又有甲醛 又贵又不好吃 哎呀 你的理由还挺多 一时情急就着急 蹦出了这些不该说的话 我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高骛远 其实我只是说多看几个酒店 我们对比一下 然后再商量 我没有想到弟弟会那样想 我有一点特别不明白的是 你才25岁 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会儿 在北京买房 为什么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谈了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她比我大一岁 我俩好了五年了 五年的时间 她爸妈也挺着急的 就催着她问我 我俩能不能订结婚这事 她就问我 能不能在北京买房子 如果能买 就接 那意思就是接 如果不能买 她的意思就是 不能跟着这么一个 不可靠的男人 就一直这么瞎混 瞎晃有青春 可是这个女孩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 我有一次都已经送吃的 到我弟弟楼下了 然后她也没有出来见我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质疑这个女友的存在 她存在 但是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弟弟做了很多事情吧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她给我打电话 说什么 说了挺难听的话 说我听听有多难听 有一天半夜 她给我打电话 就说 姐 你从来都是穿剩的衣服 给我穿 我从来没有新衣服穿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我都是捡你剩的 还说什么 小时候我做错的事情 赖到她头上 然后跟爸妈告她的状 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俩都长大成人了 这些小的事情 她居然还记在心里 我弟弟是真的恨我吗 那天情况不是这样的 那天我自己喝多久了 我感觉你也应该听得出来 当时被挺多负面的情绪影响着 我挺烦闷的 本来是想打个电话 跟姐姐续道续道 说着说着 我突然就蒙发出 刚才姐姐说的那些话 可能语气不太好 你恨姐姐是吗 我恨她 我当时恨她 你为什么恨她 因为她打乱了我的计划 然后 这事真的是你女朋友捣鼓的 真的 你女朋友说没房就不解 有房就解 真的 那这样的女人不娶也罢嘛 因为一套房子 能够跟你在一起的女人 又有多可靠呢 是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 就是 但是我又后来觉得 现在在大城市 这样现实的女孩 我觉得 不是不存在 那你的意思是说 她现实你也得娶她 是这意思吧 我觉得我是一个男人 就是她的要求 也并没有多过分 所以我当时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 我应该承担起来 现在还处着吗 分手了 就因为这个 中间其实还发生了 挺多事情的 我爸爸有一次来北京 就是过生日嘛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逛街 其实从来没有把钱 算得那么清楚的时候 可是那次爸爸来了 我们一起吃完饭以后 弟弟非要跟我 算得很清楚 那回是我爸 七十四岁生日 就打电话说 想来北京 我们一家人一块过 我说好 然后爸爸来北京 姐姐去接着他 到了长城 还有一和园 就玩了两天 吃饭 你赔了吗 赔了一个地方 其他的都是姐姐带的 你干嘛 你很忙啊 对 然后吃饭为什么要AA呢 就吃饭的时候 姐姐就抢着付账 我当时就想 狭隘的心里 我想姐姐是不是 就想故意在爸妈面前邀功 你看这两天 都是他带着爸妈去玩 付的钱都是姐姐付的 然后我当时我就抢了一句 我说姐 今天饭钱多少钱 包括爸妈这两天用的钱 我说咱俩AA 我都给你 AA了吗 AA了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面 三个人在桌上吃饭 一爹 一女儿一儿子在那边AA 我爸当时其实挺不舒服的 肯定不舒服啊 我爸说别这样 你为什么不陪爹出去玩呢 第一天是因为我有事 后来第二天我就陪着去了 你有车吗在北京 有 你有吗 是啊 你有车应该你赔啊 你有车你方便啊 当时还生着我姐气呢 你生你解气 跟你爹有什么关系啊 我姐能去接啊 就让她去吧 你有车啊 对了 如果说是这样 我去接的话 我姐不去那可以 你有钱买车 你没钱买房啊 不是 是一档小QQ 小QQ 我也明白我弟弟 他其实是想为这个女孩负责 想要给这个女孩一个承诺 我听编导说 这QQ的钱好像是你的钱 是我买的 现在为什么是他在开 因为我弟弟上下班是固定的工作 我是带客去哪里坐地铁都很方便嘛 我就给弟弟开 其实不是我姐买的 其实是我爸付的钱 我姐当时找人借的钱 这些钱我听我爸说都是我爸还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姐姐 其实后来我还钱 弟弟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长这么大 其实还是你出的钱 对 可能我们之前没有跟他说得那么清楚 你把车给他开 你老公没意见 反正因为这些事情 因为弟弟的事情 跟我老公吵了挺多次的 每次出去逛街 因为从小养成了习惯 我不管买什么 我肯定是要替弟弟想一份的 我要为弟弟多考虑一份 买双袜子 我说这个弟弟适合 我就没有想到我老公 我老公其实也挺吃醋的 吵过挺多次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吧 从小一起长大了 真的 上学的时候 我骑自行车 然后带他接他上下学 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 你们俩小时候感情不错是吗 对 因为小时候 确实姐姐挺照顾我的 照顾你什么呀 之所以来北京 就是因为姐姐介绍了 当时我在上初中 那会儿特别调皮捣蛋 就是学业基本上就废了 我如果正常中考的话 我连最次的那个高中 我都考不上 然后后来姐姐就想办法 就把我介绍到 现在的这个学校学的艺术 那个时候两个孩子 刚来北京就是学艺术 对于我们一个普通家里来说 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那个时候生活费 每个月 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六百 姐姐读大学 她是八百 我钱六百块钱 在北京根本不够用 姐姐经常把她的生活费 拿回来给我用 我就是想着 弟弟嘛 总归是个弟弟 我已经出来这么多年了 我可以在北京自力更生 我可以打工赚钱 我想替爸妈呢 承担一部分 要不然爸妈压力太大了 爸爸也这么大年纪了 就是希望弟弟能够 好好地读书 学业有成 这是全家人的梦想 姐姐给你指名指赏的方向 姐姐在生活当中照顾你 姐姐买两车给你开 姐姐是青椒你吃肉 你却对姐姐这样 你可以跟姐姐闹矛盾 对吧 兄弟姐妹之间都可以有 但是你说你跟你姐夫这事 然后你知道你姐姐在背后 得多难吗 她成了加薪饼干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选择道歉的对象 真的其实应该把姐夫 也给加上 我觉得之前做的一些事 挺对不起姐姐 特别是姐姐这次结婚 我因为一时赌气 我关了几天机 没有去参加 因为姐姐不可能再为我 重新办婚礼 我特别需要你当时 我挺对不起姐姐的 今天爸妈来了 我很高兴爸爸妈妈能来 梁牧掌声欢迎爸爸妈妈 来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来自湖北黄石的 女儿和儿子 是我亲生的两个孩子 因为从小 他们都在北京上学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发生了这么一些问题 但今天看到这个 我儿子呢 特别诚恳 在姐姐面前认错 姐姐确实确实 对弟弟一直都那么照顾 那么好 那么看到这种场景 我的心也放下来了 但是我最后的心愿 还是你们姐弟俩 好好地珍惜 姐弟之间的那份真情 好 那我来问一下爸爸 爸爸今年年纪好大了 其实都岁了 你也哭了 你哭什么呢 今天看到这个情景 就是在我 我过分地崇爱了儿子 当时生这个儿子的时候 就是因为社会上的余论 那个时候 监房邻居啊 乡下的 那个中朝的 洗中谱 没有儿子 那么说就 给人其他的儿子 给我代替 过去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你特宠他 我问你一点啊 在桌上 当你的儿子提出 AA制的时候 就三人吃顿饭 要彼此分账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受 老大爷都是空白的 不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说儿子好 说闺女好 不清楚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父亲 特别失败 确实是的 不是做父亲失败 我认为我很失败 不过我倒觉得 你也没必要觉得太失败 好歹你还是有一个 可心的女儿啊 对 这女儿那车 钱还给你了没有 当时我找我战友借钱 给关羽买了这个车 后来关羽就把钱还给妈妈了 好 那你明明知道这个车在你儿子手上开 你为什么不把姐姐花的这个钱 这个事告诉你儿子 告诉他 其实这是姐姐买的车 因为我女儿给这个钱给她妈妈的时候 她妈妈跟我并没有说清楚 那个关羽把钱已经给她了 所以说我在这个中间不是那么很清楚 爸爸妈妈先下去坐一下 好吧 待会我还会邀请你们再上来 我能理解弟弟说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家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里边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 举全家之力去买一个房子 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家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你们家人在一起的 那个厂才是家 就像刚才两位老人站在前边 你们在同一个厂下存在 这个时候没有多大的房子呀 你们不是一个家吗 房子特别特别的重要 重要的让你结不成婚 让你没有幸福感 但是兄弟 不能以埋葬亲情为代价 您破了底线了 挣贷的钱失去你姐姐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你买不来 你们二十多年呀 同样的一个屋檐下 血浓于水 比房子真贵 我还有一点 我特别不能理解 遇到太多的案例了 为什么家里的偏爱的那个人 总是特别的功利 特别像前一里群老师 笔下写的那个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为什么那么多爱给了这个人 你这个人是不懂得爱别人 这样的家庭太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学点反思 我觉得最好的家庭钓鱼 是培养这个孩子爱别人的能力 就像他姐姐那样 得到的爱不是很多 但他至今还有爱别人的能力 我还是感激弟弟 你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说一声道歉 代表着不是你自己 代表着是很多的人 但来了 就是宝贵的 如果家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家会哭 会笑 会说话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我不是钢筋加水 我是活生生的生命 你们既然要来 要组建成一个家庭 你们就要珍惜我 有些事情是永远也无法挽回了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姐姐反反复复重复一句话 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 她的婚礼是不可能再举行 当她就要上花车的时候 对你的那种期盼 是多么的浓烈 她就一直看一直看 你就是没来 所以坦说的来说 她那个婚礼从头到尾 她是不开心的 她是失望的 所以你可见 你在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说啊 有些事情 做之前得想一想 我问你 你那天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 你在哪呢 就在北京 就在自己的家里 其实你也想去 其实你想去 你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为什么你还是没有去 因为你没有觉得这件事情 重要到我非去不可 因为你没有把它看作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觉得它非常重要 就像你买房子一样重要 你就是生着气 你也会去的 但你没有去 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那个老爹把你太过于宠爱 所以你把自己看得特别像回事 而别人不太像回事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 把别人看得太轻 所以才最后你没去 但恰恰相反 你的家里人都把你看得太重 才形成了你这种轻浮的性格 人的交往法则就是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你就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谁不是需要被疼爱的那个人呢 谁都是 还好啊 姐姐伤了心 还不至于伤到骨头里 她说她会原谅 但是你不能滥用这种宽容 因为这种宽容一再滥用的话 最后这种宽容就会变得不能宽容 所以你接下来得好好做 谢谢你来了 姐 谢谢你今天能来 因为之前自己的任性和自私 导致我们之间这半年的不愉快 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能原谅我 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好吗 姐姐 姐夫 对不起 当时是我太冲动了 说话可能难听了点 你跟我姐多担待 以后我一定会改 有什么礼物 把它放在传送带上 请转动传送带 姐姐有点迫不及待了 看那样就是恨不得赶快原谅 请揭晓 姐 姐姐 能猜到那是什么吗 那年我刚到北京 家里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 然后姐姐路过一家 舞蹈服装店的时候 在门口站了挺久的 我想你就是因为她吧 什么鞋啊 这是我们练功要穿的舞蹈鞋 那个时候买不起 这多少钱 二百多块钱 换上 待会儿掉一举 换上 这是俩照片 有一张是我跟姐姐 还有爸爸在家里照的 我看见姐夫了 看看 这姐夫看着 你长得也挺宽厚的 合适吗 你得知道我的写号 知道你的写号是吧 你是跳舞的是吧 对 我是舞蹈老师 你会唱戏是吧 你们俩一起来一段行吗 我们俩从来没有在一起 没事 这好不好另说 关键是你们姐弟俩 从未四手联谈合作 没有 我们再请爸妈上来 来 给你一张照片 您坐那儿 给您一张照片 您看 您坐这儿 接下来你们可以边端详照片 边欣赏节目 好吧 你是唱什么呢 完全没有准备 不需要准备 姐姐配合你 因为姐姐更了解你 你唱你的 她跟着你 来摆身段 好不好 那我就现丑了 没关系 来 来 来 姐姐 姐姐到舞台中央 你唱你的 她跳 她的 来 掌声欢迎 我随便跳一段 我唱一段北京曲剧的选段 大雪飘 好 大雪飘 扑人面 说方正恩贞 头骨寒 说方正恩贞 头骨寒 我唱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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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这儿吧 好 谢谢 来 站这儿啊 妈妈 这第一次看见她们这么搭配吧 是的 又要流眼泪了是吧 看着这个样子 从归如好了 我很高兴 这是我要的 爸爸 其实你也不失败了 你看 刚才这一段 就不失败 一双儿女挺好的 你说呢 对的 本身她们俩从小 闺女12岁都上北京 进中国购物团 医学校 儿子也14岁 也上北京 国医了 所以你骄傲吗 为他们现在的成就 我确实骄傲 在当地来说 人家有佩服我 说你老王行 培养了一代儿女 都在北京工作 而且都是搞艺术生 我很骄傲 来 有请爸爸妈妈站到舞台中央 弟弟去给姐姐把姐拿过来 不是家是什么 一家人的心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从今天开始 不要只做一个弟弟 希望你能做一个哥哥 因为以前姐姐对你的付出实在是太多了 嗯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来我确实带着歉意向姐姐道歉 以后我一定会改的 我也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看来还是可以生二胎的 任何的家庭矛盾到最后 被亲亲融化的时候 都不是矛盾 所以说 能够凑在一起做一家人 真是上辈子的缘分 让我们共同地珍惜这个家 珍惜这份亲情 如果你有任何遗憾需要弥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说一声对不起 来一个华丽转生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用衣服把它头捡起来 把它跌到都打出血了 对于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特别特别想要一个哥哥 带我去玩给我买好吃的 我根本没有把它放成我妹看 我跟妹妹一块去挑水 我就直接手松下去了 怕你把她害死 特别怕就一直抖 好小啊 一点点的 我感觉它就像 在风中的一片树叶 那么的占力 当时有一个妹妹 放在你面前 你没有珍惜 灰大了 孩子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别新闻 就像是一片树叶 回忌